对 其实依照国际惯例 一般的实弹重大演训活动 原则上是提前三天来对外宣布的 那么在紧急状态下 至少要提前24个小时 而我们是提前了38个小时对外宣布的 所以我们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主要考虑就是在实弹射击演习的组织当中 要让船舶有时间离开 让航线有时间把它调整开 主要是确保在实弹射击的过程当中 不伤及贫民 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负责任的这样一个态度 当然了 选择什么样的区域 在什么时间演习 包括在什么地方来进行演习 这主要是针对台独和境外的干涉势力 也要根据我们的演训活动的本身来统一安排